我們看這一集 這一集說Fx是一個線型函數 如果AV固定的話 它就是一條直線 那AV呢它是整數 而且滿足這個條件 那麼它跟說F9最大值是多少 就你變動AV的話 那F9最大值是多少 好,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F3 你就把它帶3下去 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6 小A等於多少呢 帶3下去就3A 加上B 小A等於多少呢 小A等於10 你現在給它帶8下去 8下去是12 小A等於8A 加B 小A等於20 那AV可以變動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個線性規劃的問題 線性規劃問題 就是說 A、B呢 是在哪個區域裡面 滿足這些條件呢 你就給它畫圖 畫圖的話 這個如果等號成立的時候 是一條直線 這直線的話 你看到 這個X結局 這個叫做A軸 這個叫做B軸 那A結局的話 是3分之10 就3點多 3分之10 假設在這裡 這是3分之10 然後的話 B B是10 結局是10 是一條直線 它是小於 它是小於 小於那個 就是 小於等於10 所以是這一邊的 另外一個的話 是等於6的這一部分 等於6的部分的話 B結局是6 B結局是6 假設在這裡 這是6 好 然後的話 它這一條直線 等號成立的那一條直線 跟這條直線是平行的 所以的話 就這樣畫 平行的 再來這一條 這一條的話 當這等號成立的話 B結局是20 20的話 所以 它是 這兩倍的地方 然後 那B結局是多少 B結局是8分之20 12分之8 45分之20 2點多 2點多大概 大概在裡面吧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2 這個等號成立的話 這6就是2 這裡2 那2點多的話 大概在這裡 這很難畫 所以畫過來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另外這個的話 B結局 剛剛B結局20 這裡B結局是12 12 然後跟它平行 12 然後跟它平行 然後跟它平行 12 然後跟它平行 這樣子 所以膠底有四個 這個跟這個 這一個跟這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 然後現在呢 它問什麼 這個的最大值 那你就把9 帶進去 這F9 是等於9A加上B 那9A加上B的話 它斜力跟這一條差不多 所以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慢慢往那邊推 那邊推的話 最後碰到是碰到這一點 不過因為它是AB要求是整數 如果這一點不是整數的話 你要求這一點 它的那個 最靠近這一點的整數組 然後把它帶進去 好 那我現在 求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這一個 這條直線的話 這條直線就是 就是這條 3A加B 等於10 這條直線是 3A加B等於10 另外這一條 這一條直線是 後面這一條 8A加B等於20 好 那你兩個連例 兩個連例 把AB找出來 8A加B等於20 那跟3A加B等於10 我給它一減 我給它一減 一減到5A 等於10 A剛好等於2 我太幸運了 這個端點剛好都是整數 那A是2 那B是什麼 B的話就是 B就是10 減到6 等於4 所以這一點的話 是我們的可行解裡面的解 而且是讓這個值 最大的解 這一點的話 AB是2 AB是2 4 所以我就曉得 M9 它的最大值 等於多少 就把那個 9 把那個 A等於2 B等於4 4加進去 9 乘以2 加4 18 加4 是22 所以答案是22 所以答案是22